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酒肉朋友 又是Dicky和大家到處找食物的時候 今天真是先有來到這麼遠 你看不到,因為在那邊 真是一個郊區 這裏是哪裏呢? 這裏就是元朗天空之城 裏面有很多食物 我也是第一次來 我現在看看是甚麼食物 一起去吧 直接合作一下 這裏就不是很敗 你怎麼的開箱 將迷惑 我不要緊張 是 山梓少很多 很頸渴 先喝一杯檸檬茶 首先我覺得這個環境非常之一流 其實我們現在是平時 所以就再比較休閒一點 今天沒有太多人 而且現在差不多是6點 所以今天也不是很熱 好 現在這個就是叉燒拉麵 不過很少湯 試一下湯 先試一下 那個豬骨湯底的味 sorry 豬骨湯底的味 就不是說很濃郁 有一點點 麵的質感不錯 有一點點咬口 這個叉燒我覺得蠻漂亮的 還有那個肥瘦很適中 叉燒很好吃 很怕吃的叉燒就是 它很淡 雖然很大塊 但是這個 雖然很細快 它的味道是非常之濃郁 還有肉味也很足夠 有些蛋 還有這些可能是木耳 雖然很像芽菜 雖然蛋不說 雖然蛋 雖然是蛋 但看起來就不像日本蛋 如果是日本蛋 應該是中間的黃色 是比較黃的 這個我覺得 不像 這個咖喱 和圖片好像不太相符 日式咖喱 我預計是這樣的顏色 很深的 但這個 就真的像港式咖喱 還有這個豬棒也不太相似 也不是日式麵包糠 看起來也是珍珠米 剛才我說它不是日式麵包糠 但其實它也是有一點 但它不明白為什麼 應該是長型 但它又不是 有些是長型 有些是很細粒 怎樣也好 試試這個 究竟是不是港式咖喱 嗯 嗯 珍珠米 我覺得這個真的像港式咖喱 我覺得像 茶餐廳咖喱 雞 牛腩飯 那些咖喱 而且 日式咖喱 是偏甜的 但它不是 所以我覺得它真的像 茶餐廳咖喱 豬扒皮 都很脆 肉都很入 但肉味 可能你都未必知道是什麼肉 雙魚小丸子 一個小吃它有六粒 比起坊間那些 它又是小粒一點 很夠熱 很脆 麥魚的數量又不是太多 因為可能它小粒的關係 一粒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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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麥魚 今天我們那個拉麵 就是 59元的 包括野飲 另外有個吉列豬扒飯 也是59元 加上野飲 另外我們有一個 追魚小丸子 就是6粒 28元 150元 其實正常價 不貴 但這裡的食物 我覺得是一半半 但是這樣 如果你給150元 有拉麵 又有咖喱豬扒 又有小食 又有凍檸茶 我最喜歡的動檸茶 我覺得 那個價錢 差不多 所以 如果 雖然食物質素 我覺得普通 但是 這個價錢 還想怎樣 但是最主要 我覺得這裡的環境 真的很舒服 非常之輕鬆 你看我們今天 多聰明 聰明到我們 今天已經在家 很累了 要離開了 所以我們今天 就到這裡為止了 各位觀眾朋友 記得CLS我們 以及最重要的珍惜 多點讚好 多點朋友 就會看到我們的影片 最重要 把我們的Youtube頻道 和小鈴鐺 一有新片 你就不會錯過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